喜欢的人总是靠伤害我来长大,最后拿成熟稳重去爱别的人,虽然在感情中,就是前人发术后人成梁,但是我教会你爱,不是让你去爱别人的,被伤到一定程度了。 总有受不了放下就斗感情的那天,白羊座,白羊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会变得比平时更加理智,作为一个原本很大大咧咧的星座,也能做到这种境地,也实在不容易,但是同样也说明,他们受的伤让他们有了成熟的资本和意义,金牛座,金牛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是悄无声息的, 这个星座的人一向都很利己主义,能够为了爱而忙碌奔走那么一段时间也是很不可思议,终于决定要为了自己而继续活了,想想都有点小心奋,双子座,双子座真正放下一段感情,会变得异常冷静。 那么一个爱哭闹的星座,突然就变得很冷漠寡言了,甚至表情里还有些许的冷漠,和你眼神对视的时候,再无任何波兰可言,他们是真的要放弃你了。 巨蟹座,巨蟹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会表现得很得体,对待普通朋友应该有的态度对待你,还有什么不满意的,他们的礼貌都是因为对你没有了占有欲,从而可以给你如同普通朋友一般的问候和关怀。 巨蟹座,巨蟹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是一段新恋情的开始,他们这个星座一直都不甘寂寞,有了另一个人的陪伴,才是真正的放下,如果心里还有一个人,他们也不会因为寂寞,而选择那么快找替补。 巨蟹座,巨蟹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是不争不吵不闹,甚至冷静的和你交流,面带微笑,这个时候的巨蟹座一定是很失望了,心都伤透了,也就不给你机会了,就此别过,他们值得更好的人。 巨蟹座,巨蟹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会告诉你,他们会直接明白的让你知道,你不需要再躲着他们了,他们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,就这么痛痛快快和自己青春里爱过很久的你告别,反而觉得心里舒坦很多。 巨蟹座,巨蟹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你会用很强烈的直觉,你感觉到他们对你明显冷淡了,接听你的电话,也都是漫不经心了,没有玩笑了,也没有深夜的祝福和问候了,他们对你来说,就是朋友而已了。 巨蟹座,巨蟹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是彻底的遗忘,不记得你曾经在他们的生活里出现过,继续去外面找寻自己的快乐,不会为你的开心而开心,忧愁而忧愁。 你的难过和落寞,他们看到了也不会说,摩羯座,摩羯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是提出要和你做会普通朋友,不再怀抱着对你的感情期待,和你接触起来也完全规规矩矩矩,不再参与和你二人面对面的用餐,务必带上第三个人一起入场。 巨蟹座,巨蟹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是纯然不在乎你,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,可能放弃爱你之后,他们更加能够做一个真实的自己,不需要累装,也不用去尽心打造什么形象,因为对你失去所有期待和热忱。 巨蟹座,巨蟹座真正抱下一段感情,也就可以心平静和和你交流了,之前一直都不敢和你单独说话,却突然变得不再害羞和脸红,和你说话的声音里很干净透彻,没有掺杂一丝一毫的情感欲望在里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